海关的绝加于无锈育业查检措施 缩短了出口通关的时间 有利于我们的产品拓展国外市场 前七个月我们的出口额同比上涨了34% 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快速便捷优势 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服务 支持广西制造走向海外 赋能广西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出台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支持企业纾困简难 海关也专门研究出台了 筑企纾困降成本的七条措施 切实为企业办实事简难题 随着这些措施落地生效 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 前七个月各类外贸主体进出口 均保持增长 有利促进了我国外贸保稳体制 为了尽快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 我们今年开展了近20项的研发项目 同时开拓了韩国 俄罗斯 保加利亚等多国市场 帮助企业系统梳理国外 关于原料加工工艺 产品质量标准等各项要求 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控体系 加强出口自减 保障产品质量 长三角等重要的外贸出口地区 迅速恢复了生产和贸易能力 那么我国外贸多元化的优势不断体现 我国和一带一路RCEP的贸易增长不断提速 我国外贸的强大韧性充分显现 那么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 为世界经济增长 做出了中国贡献 我国外贸易增长不断提升